在过去一百年里,大马宝城一直为大马人民提供长期的财务安全与医疗保障。 为了确保我们的客户时刻获得保障,我们不时根据当前医疗保健成本来评估我们的医疗保健计划。 无可否认的是,医疗保健成本正在不断上涨。 让我们来看看到底是什么因素导致医疗通胀和医疗保健成本不断上涨。 1.医疗保健服务使用率的上升。 使用医疗保健服务的人数大幅增加。 许多人选择专科护理而非全科医生,这也导致了医疗索赔的增加。 2.生活方式的改变。 不良的生活习惯,如不健康的饮食选择、职业环境和主做的生活方式,增加了患上非传染疾病NCDS的风险, 例如肾脏疾病、糖尿病和高血压。 这些疾病的治疗费用高昂并可能需要长期治疗。 3.医学的进步。 医疗科技的进步与处方药物的改进带来更优质的医疗保健。 然而,医疗费用也随着需要更多的医疗专才而提升了。 面对医疗保健成本的持续上涨,我们一直在积极采取各项措施以降低对我们的医疗计划和您我们的保单持有人的影响。 其中包括与我们的医疗合作伙伴进行持续协商,以务取更优质的医疗配套并监督我们指定医院的收费以确保您能获得公平且具有竞争力的医疗服务。